走之前你做个小程序游戏出来 可是我今天离职了 一天时间够了 大不了加把班呗 你想什么样的呀 我没想好 你先开发着吧 这个玩意可火了 可赚钱 好的 我就当你放了个屁 特意叫我来闻闻 好臭啊 你给我回来 我花钱雇你来是听你说不的吗 听我说几句怎么了 我天天给破公司加的班还少吗 我就说不不不不 屁都不懂就知道跟风天天下指挥 说起加班 你这几个月的代码量KPI都没完成 信不信我扣你工资 好吓人了 要扣我的工资 你脑子被裹脚不给裹了吧 别人都在精简代码 就你还定起了KPI 我给你复制一万 要不要啊 好啊 打不要你 打不要你 白剪 一万八 不好意思啊 刚才合并代码不小心把你代码给冲了 这是什么 嘴巴 原来你长嘴了呀 那你怎么不知道提前问一下呢 这是代码还是你家马桶呀 说冲就给冲了 反正你要离职了 冲了就冲了呗 对啊 反正我都要离职了 有bug还得你加班改呢 真可怜啊 哎真懊恼 之前还你开发的新功能好没有 什么功能 APP界面根据用服手机壳自动调整颜色 老板都配搬了哈 你和老板的脑袋都被板拍了吧 这样不告诉我 我现在在想什么 你绝对在骂我 哇好聪明啊 我觉得你一定有超能力 能知道别人的手机壳颜色是什么 我就是呀 枪子打开用服的签子写上头 分析用服脚模头的手机导印 得到手机壳的颜色 这么接待的方法 想不出来说 简单你来啊 蜗牛爬珠风泥丘翻大浪 啥意思哦 蜗牛爬珠你这么有想法 怎么还领着工资给老板抵着哈腰呢 哭客都该给你让位 过两天的发布会换你上呗 呃 刚才又把你另一段代码给冲了 你这会儿给他吧 我看他挺闲的 代码上光了 你可以放心 冲咯 哎 来你帮个龙女孩来 哎呀 奥马 奥马